国内最具盛名今年迈入第二次届的 2024黄花东自行车系列赛会活动 21号在花莲的南宾太平洋公园盛大展开 花莲县长徐真卫到场为参赛选手明强出发 并亲自骑车与19国共3000多位的车友 一同来体验花东海岸线美丽风光的骑乘之旅 现在许真卫热情向在场想情况好 他表示骑车在花东的美丽山间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体验 尤其最近秋天凉爽之后最适合骑车 希望所有参赛选手一路顺其 留下美好的回忆 可以看到美丽的中央山脉 整个山林线非常的漂亮 以及待会我们的左边都是太平洋 所以骑乘在山海之间是一个非常享受 而且现在又有微微的凉风 我想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在这里完善的是英雄 参赛的是勇者 所以祝福大家英雄勇者一路顺其 明天真卫和何必轻在这里等大家凯旋回来 今年赛事攻击有264队伍 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19个国家 两日3000多位自行车好手参与 今年赛事新系列形态的规划 兼具推广性以及专业度 更展现24年来与众多车队俱乐部 以个人车以及单车生涯新手成长的精神 成为国内自行车爱好最具指标性的赛事活动 记得继续和收拾到